您好,九點的四十八分 我們環球郵報台北新聞的讀者們 五三九的會員們 社長,跟各位報告,社長體弱多病了 63歲了,明天叫64歲了 46年次的 今天台北天氣陰人 社長就感覺到兩個腿從昨天開始 也沒有不是發麻,就是神經痛 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神經病變 最近學他沒工作好了 另外一個就是 血壓沒有控制好 我不知道會不會也是這樣子的毛病 所以社長明天 糖尿病高血壓要恢復到正常 恢復到正常 大家,會員們 讀者們要多保重身體 名字有一條 不要像我這樣 生好多病 糖尿病 高血壓 神經病變 腎臟病變 哎呦 完蛋了 好 社長的好處在哪裡 各位,有情有義 社長從小到大 不欺騙任何人 一就一 二就是二 為什麼要欺騙你呢? 沒有必要嘛 社長說過一個禮拜 維持重量次 除了五三九開大樂透 一個禮拜重一世之外 我們平均每個禮拜都最少重量次 三個禮拜二、禮拜六 而且重量次 第二次不是重零 是一期重量次 是不是 我們這四期輸掉 今天禮拜五社長 交代你一定要熬的 加倍 是不是統統贏回來了 賭博就是在有輸有贏 輸輸贏 中度過的 錢是身外之物 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很可憐啊 看病要錢 買藥要錢 你吃什麼東西都要錢 只要眼睛一亮 就要付錢 各位長輩 各位會員 社長 由衷設計 跟你說 祝你要身體健康 錢是身外之物 但沒有錢 萬萬不能的 現金社會 現金社會景氣低 比社會 經濟的景氣非常低啊 你今天唯一的方法 就是跟著我去錢五三九 一個禮拜賺點小錢 對不對 賺兩萬三萬會出問題嗎 沒有嗎 最少一個禮拜賺個兩三萬 一個月賺個十幾萬 到哪裡找這種工作 股票有這麼好賺 本錢幾千塊而已呀 老兄 你到底以為你是誰呀 你去賭股票 一賭一百萬 一千萬在那邊賭啊 你不要傻吧 我是金管會的記者 我是住行政院金管會的記者 我從來不叫人家讀股票 但是呢 股票該什麼時候進場呢 那是因為 大家抽籤決定 所以進場了 你是穩賺的 其他你不要騙我 漲漲跌跌漲跌跌 五三九一 一是一樣嘛 輸輸贏輸贏 唯一的方法贏錢 也就是拗啊 你不拗 你就沒有收入啊 所以 今天社長 特別在網路上 叫會員 一定要用拗的 寫得很清楚 也打電話 通知會員 也用拗的 如果你沒有拗 你是最大的傻瓜 不是我是傻瓜 雖然不是為贏 但是社長 數四次 禮拜五 禮拜六 我一定贏錢回來 好 新會員 我們明天 記住 不公開 請你打電話給我 加入我的 0915008814 加入我的 0915008814 0915008814 後鞋 特別有帶 三期都給你 六百 第三期後 跟我們老會員一樣 新會員 還有老會員 通通不收押金 給你三期四十個 三期以後 你不給我錢 我就給你收押金了 大家 大家 我已經做了十三年 都是如此 祝大家平安 祝大家 常常中獎 一個禮拜中獎 是大家最滿意的 要不然就是 禮拜一 禮拜四十五 禮拜五 通通給了奧回來 中獎 一次就可以贏回來了 禮拜天 你還在那邊 自己認為是算牌 高手 自己認為是 我告訴你啊 人算不如天算 我是 拜神的 我幾乎可以直接講說 我拜的叫神明牌了 啊 神明會保佑我的 因為我每天都去拜拜 禮拜天 早上十一點 蔡英文農 蔡總統 跑到青山宮 啊 青山宮 萬華大拜拜 那我十點呢 十點半 我也會去 啊 我明天在青山宮 吃個平安餐 我每一天都去了 那我看看他們 啊 當總統之後 就會採街遊行 啊 他們也會經過 台北的西門町 啊 很熱鬧的吧 我會全程用直播錄影 啊 啊 直播 但直播有一個缺點啊 它十五分鐘後就沒辦法 錄 整個錄下來 所以我預計 十五分鐘一段 十五分鐘一段 因為我這個 我這個不知道是為什麽原因 我要去請教別人啊 啊 好 有問題 打電話到0915008814 但是 跟一個 不講話 誠實 不欺騙 做人實在 而且 很盡 責任的記者 你絕對是 萬年富貴了 然後我就不會錯了